对于索罗门群岛与台当局分手一事 美国很生气并称后果很严重 副总统彭斯直言不见索罗门总理 并有议员提议启动所谓的台北法案 妄言惩罚与台湾地区分手的国家 挥舞大棒粗暴干涉他国内政 美国的演技为何如此浮夸 其实美国是很当心 台湾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所谓的断交潮 也就是说会出现骨牌效应 讲穿了就是口惠而实不至 因为他做的全是表面功夫 过去也有过这种经验 也就是说美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眼见美国卖力表演 民进党当局同样不甘寂寞 绿营媒体大肆炒作 美国怒了 绿营政客鼓吹台美关系绝佳 打鸡血般的造势 真能帮蔡英文在民怨议题上降温吗 当然不可能 我想台湾的老百姓其实也不好骗 大家很清楚因为资讯很发达 所以其实台湾老百姓会想 台美关系好不好 跟你蔡英文执政三年多的时间 丢掉所谓的邦交国 这完全是两码字的事情 在他上任之后呢 在过去这三年多里面 简直就是把整个台湾的涉外关系 跟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完全信托给美国政府去了 但是美国有真的为台湾 创造出来什么样的福利 或者是空间吗 显然是没有 美国47名议员联名向国际组织施压 鼓噪帮台当局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 甚至去请求一位日本县长支持台当局 姚伟起怜之下 台独们还在望谋怎样的利益 因为你蔡英文的这个死脑筋 你完全无法让台湾突破现在的困境 所以我们必须说 美国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 而台湾自己的这种说法 这种想法也就只是吃人说梦而已